周星驰的电影每一部都能拍得那么好,让人感觉就像是刺绣一样,精细制作,找不出来瑕疵,其实之所以能得到观众的喜爱。 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影中塑造的角色,都是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折胜,让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将自己带入镜影片中,真的像是自己亲身经历一样,所有的笑点都是那么的真实,就算是一个王朝也有心衰,更别说是一个人了,曾经的新爷拍电影都是亲自上场,小伙伴们都想看他,但是现在也到了两病斑白的年纪,就像是他的作品一样,难以再看到那种蓬勃向上的朝气了。 让人徒增悲伤之情,星爷就像是影视界的饭狗,刚开始创作出来的作品都不被人所接受,直到过了多年之后,才被人们视若珍宝,比如大话西游,又比如公子,以至于电影上映的时候,票房并不算突出,勉强保本吧,现如今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电影成长起来的,都说此生还欠星爷一张电影票,也许是最近两年电影市场发展太快,新的作品,新的风格, 不断刷新观众对于电影的认知,这种不适应导致观众迫切,希望德高望重的演员能够站出来,用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,证明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没有过去。 星爷要拍《功夫2》的消息,已经流传很久,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动静传出来。 确定的好消息是,星爷筹备了很长时间,那新作太极定当于2020年,据说是为这部剧准备了近十年的时间,而且中间因为跟功夫大佬,李连杰主演的一部电影《崇明》还有一些小插曲,但是那都是内幕消息,传出来的也不一定真实。 更加劲爆的消息是,网上有传言趁太极其实就是功夫2,从名称来看,太极的确也是功夫的一种,从上映时间来看,也都是2020年,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,这部筹备了将近十年的电影,一定会给小伙伴们带来惊喜。 这么多年的等待,不少网友趁星爷欠我们一部功夫2,没想到星爷早就听到了高昂的呼声,并且还为之默默筹备了十年,看来是准备放一个大招的啊。 不少网友也表示,既然星爷如此待我们,再忙再累,也要去电影院衡场,不管怎样,星爷有新电影出来。